这也是万万没想到居然是用外媒的方式来羞辱我们的国军 难道这是新的政治操作方式吗 出口转内销利用外国的媒体 好好的来对国内做一番政治操作 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到在日经前一阵子大家也都知道了 说有九成的退伍的军事官兵去当共谍去卖国军的资料了 那经过抗议之后呢 日经新闻是表示遗憾 但是遗憾之后能够不查吗 这是侯汉廷讲的 绿文你要不要大声一点 要不要跟大家来讲 你的日经新闻是不是应该好好来彻查 或许是要道歉 而不是只有一看而已 他认为这是一个自导自演 放销钱的人一定就是一个绿营的人士 好来一个外销转内销 那么这样子一个讯息放下去之后呢 只有对操作的人才有利吗 他认为这是一种境外的认知作战 好那前立委呢 蔡振元怎么讲 他说那你的日经新闻呢 现在很表明说这不是我们本社的立场 而是受访者说的 那受访者是谁 在通篇新闻当中呢 只有提到这个人叫做郑宗贤 但他只是个化名而已啊 那真正的他是谁呢 那么蔡振元提供几个线索 让大家去找一找 第一个他认为呢 一定是民进党的高层 第二个这个人呢 一定常常可以跟蔡英文碰到面 交换讯息 第三个这是一个台独分子 第四个他是1950年代出生的本省人 就这几个线索一搜起来之后呢 蔡振元丢出了一个问题 想问问大家 最近有接受过日经采访的官员 就是吴钊燮 那还有谁接受过采访呢 如果您是柯南的话 欢迎大家来找一找 又或者是您可以按照这样的线索 来拼凑一下 您觉得谁是接受日经采访的郑宗贤呢 好媒体日经欠大家一个道歉 同样类似的手法 在几年前也曾经出现过 这是东京电视台 他欠中天一个道歉 怎么样一个道歉法 我们来看 当时啊 明报的专栏作家呢 洪博学他暗指说啊 中天电视啊 用付费的方式 要求这些小吃店 你们家的电视 只可以看中天新闻 不可以转台 但这不是真的啊 中天新闻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啊 所以当时告他妨碍公司名誉嘛 那么郑博学在一审 经过了加重诽谤罪 判了罚金两万五千块钱 得义服劳役二十五日 那洪博学不服再上诉 在二月二十一号二审呢 再被台湾高等法院驳回上诉 确定败诉订阅 那当时东京电视台 他怎么报道的呢 他就是引用了这一篇的专栏啊 然后去做了一个专题报道 他就是说啊 中天的确啊 是给这些小吃店者呢 是有折扣优惠的 所以叫他们订评 不准转台 但奇怪的就来了 这是谢寒冰发现 他说事后啊 发现啊 这个新闻一播出之后呢 在网络PTT上面呢 就马上就有高清的截图 还有懒人包 这算不算是有一点 提前分工预谋的味道呢 而且啊 东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呢 在接受中天电视访问时候 他们说啊 他们播出的内容 就是他们采访的 完全没有扭曲任何的报道 他们已经做尽力的调查了 但是真是这样子的吗 实际看内容的话呢 当时他们的之前专题啊 拍了很多家店面 但是只访问了一个老板 而内容呢 更是移花接木 去误导观众 而且访问呢 还只访问了林非凡 对中天也没有任何的访问 那这样的作用 跟这样的操作 意图又是什么呢 所以到目前为止 按照这样一个判决 所以呢 东京电视台 还欠中天一个道歉 那接下来呢 线上我们就要请到的是 黄奎博 这个教授 在线上呢 来问我们聊一聊 从这个日经新闻呢 到东京电视台 这样的操作 是不是有一点点 真的是靠着 政治啊 去做外销 转内销 透过国外的媒体 来去抨击 国内的一些所谓的政敌 是有这样的做法吗 赵首怎么看 这个出口转内销的 这种宣传 在民进党的政治操作里面 是非常的常见的 所以不管是 特定的一些英文媒体 或者部分的日文媒体 其实他们 有些因为相信 民进党是追求 台湾的民主自由 国民党是代表的腐败 甚至要跟中国统一的 所以他们有时候 从这些部分的外媒 就会从内心觉得 民进党是可信的 是可以依赖的 但是呢 国民党的他们就觉得 好像天生就是卖台的一样 因此这种漱口转内销呢 相对来讲 对民进党而言就更好做 所以我知道有时候呢 这个有些外媒 他会亲信一方 这个政治势力的这个说法 然后呢就开始做了一些长篇的 一些推论 所以像各位刚刚看到 在电视墙上的这一些 很不幸的这些 这个扭曲的报道 或者是没有办法 及时澄清的这些事情 当然对中天新闻台 都是一个伤害 而且我也注意到 这个出口转内销的这个情况 其实常常发生错误之后呢 相关的政府单位 就装作好像传过水无痕一样 也不太去继续做后面的这个处理 或追踪 可是呢另外一方面 我们却看到了中天新闻台 他在被撤照之前 其实遭受到NCC 非常非常以放大禁检视的一个态度 而且被开罚了很多次 那也因此最后撤照 可是呢在最近 已经有了好几次 大概八次到九次 在这个行政诉讼法院的时候呢 中天其实最后都赢了 中天新闻台最后都赢了 可是呢汉市已经造成了 中天新闻台现在已经不存在在52台了 那像这些的 这个很遗憾的 甚至现在没有看到政府说 那如果真的是冤枉了中天新闻台 我作为一个中央政府 或者NCC他作为一个所谓的独立机关 那我们要怎么去补救 现在都没有看到 只看到呢政府单位呢 就一直在认为说 他当时的开罚是有理的 但是一件一件的案子 在行政诉讼法院都败诉了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像这一次的这个日经的报导 已经牵扯到了这么多的 像这些退役的军官 而且呢牵扯到中华民国国军 可是我们还是主要是以国防部长 出来帮国军讲讲话 国防部长当然洞见翻瞻 但是我们真想看到的不是外交部长 而是中华民国总统 因为他是三军统帅 虽然说这个三军统帅 在2013年红仲秋的事件的时候 曾经跟着民运团 上台道 而且头上绑了一个国防部 部是这个部匹的部 意思就是说国防部 它根本就像一个黑幕照起来 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样 也就是说当时的最大战延党的 主席蔡英文 头上绑的国防部 到了2016年之后呢 他顺利的当选了总统 但他现在是三军统帅 他就更应该 洗抓他过去羞辱国防部 羞辱中华民国国军的这个态度 要更坚定的站出来 不管他是美媒 英媒 日媒 但是如果蔡总统 对三军统帅 对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发表严正的态度 那我觉得 所有的国军都在看 我们的三军统帅到底怎么了 而且中天新闻台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的国人也在看 到底NCC 还有我们中央政府 在中天52台新闻台这个方面 政府到底怎么了 是 教授想问一下 因为包含了像是日新 或者是东京电视台 他们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严谨程度 有这么容易就可以被收买 然后去操作任何的新闻吗 我觉得再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台 我希望观众朋友要注意 就是说大家都还是会犯错 而且包括一些西方主流媒体 他们有受报道也是很夸张 譬如说曾经有西方主流媒体 一直报说台湾民众 现在非常的积极在学习 包括这个城市游击站等等 说实在各位可以去问一问身边的人 到底有多少人在积极的学习 城市游击站 但当然他们可能是因为自己媒体立场 也可能是因为受到了一些 他们咨询对象的误导 导致了他们很容易把一些小事放大 那这些你说他们有没有查证 有时候各位也知道 这个就在模糊的界线之间 他们可能问了一两个人 号称专业人士 可是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 给他们的咨询意见却是非常非常偏颇的 那像这些日本的这些媒体 当然他们影响力没有像这些英文的主流媒体那么大 可是呢他却可以在日本的内部造成一股认为说 哎呀这些外省人或者这些国民党的党军 或者是他的军官都是没有这些爱国的意志 而且都很容易把这些情报卖给北京当局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日本人第一个他对中华民国国军的这个看法 就会马上的是贬低的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这些媒体的报道 在日本的这个内部散布之后 日本的一些不明就里的政治人物或是媒体 可能就会更加的倾向于那些号称追求台湾独立 号称追求台湾平等自由的民进党或其他的政党 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军绝对没有那么不堪 而且呢像这些的报道 应该要经过更加详细的查证 但是我相信外媒可能迫于时间的关系 或者他过于相信他的资讯来源 所以他可能没有做到 那我觉得经过这些事情之后 我希望日本的媒体可以痛定失痛 对于台湾的问题要更小心的下判断 这样才不会变成台湾任何一个政党的利用的棋子 是老师我最后一提 你认为日经跟这个东京电视台事后会道歉吗 认真的道歉吗 我想日经还已经讲了遗憾 各位也知道媒体要道歉 其实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主流的大媒体 所以我觉得东京电视台的事情过那么久 可能而且他说他是根据台湾的媒体的报道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要道歉的角度真的很难了 那日经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媒体记者采访 然后他相信了采访对象的说法 把他写出来 当然在台湾就引起了这个轩然大火 那日经也不过就是表示遗憾 我觉得表示遗憾 或许我们就已经可以把它视为是 媒体已经是低头了 只是他嘴巴说不出我认错 但是呢更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要追究到我们自己 国内领导人的态度 不能够看到外媒腿就软 嘴巴就闭起来了 我们应该态度要一致 而且不管是针对中天新闻 或是其他不是像这些所谓犯行的新闻台 我觉得这些言论的标准要一致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可以 号称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他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好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